欢迎走进纽约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中国的资深美妆师 牛磊女士 欢迎你 你好 你好 牛女士进入这个美妆行业已经十几年了 对对对 和中国很多著名的主持人 明星 演员 对我合作过 那我想问问您 作为一个资深的美妆师 您自己是如何定义您自己的职业的 我觉得我的职业是 给大家带来美的一个这种传承也好 还有一个衔接的这么一个角色 对 就是像我的老师 那我可能把他的基础传承下来 然后带给这些主持人更新的东西 他有一个这个延续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 他也是一个实时创新的这么一个职业 会给你带来非常多的美好 因为你面临的都是 一个一个特别美丽的一个笑领 然后你把它打造的就是特别让他满意 你也会心里内心特别充实 当年您是如何进入这个行业的 为什么会选择美妆 当时我是因为一本书 真的啊 对对对 当时才十几岁的时候看到就是毛格平老师 就国内非常也是知名的这么一个化妆师 他来过我们节目 毛先生 对对对 看到他一个叫立体化妆的这么一本书 然后就爱不释手 也是一个朋友送的 当年很多年以前就这种书是很少的 那是我认为我看的是第一本特别专业的书 就爱上了 然后家里人是非常反对我做这个职业 为什么 他就觉得女孩子应该学学会计啊 然后做一些这种文案性的工作 然后我如果选择这个职业 他们会觉得可能你去剧组啊 这种可能各种担心或者不安全这种因素在 毕竟还是比较不稳定嘛 对对对 他们希望我就是做一个这么稳定的一个工作 但是我特别爱 就是大概花两年的时间说服家里人 然后去学习 对对 然后进入这个行业 对对对 那您觉得做这个美妆是最难的是什么呢 在这么多年的工作当中 最难的其实它是要不断的创新 你要不断的学习 还有就是可能需要你根据不同的场景啊 去根据 因为你不可能只画一个人 你要画很多很多人 对 你需要不断的去学习 不断的去充实自己 然后才能带给他他想要的 对 因为这个背话的这个对象 他有自己的要求 有对 沟通 对沟通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服务名人 其实是一项不太容易做的事 是是是 那您刚刚进入这个领域 就是或者说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给这些比较重要的 我们说在这个镜头前啊 或者说是在公众场合出现的这些人来化妆的 我当时闭了业以后就进入了一个工作室 那么这个工作室 它主要是 是做这个 梯台秀场 杂志拍摄 对 杂志拍摄 后来中间 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有那么一个机会 是参加中央台的一个节目录制 后来就给那个节目去化了一次妆 然后导演就对我有个印象 但是这个事情可能过了 他没有马上找到我 过了大概一年以后 给我打电话 说中央台就是他们要换化妆师 希望就是我能来帮他化 然后就合作了很多年 然后在这个栏目当中 因为很多明星嘉宾过来做客 然后我就帮他们化 他们就会知道我 觉得我化得好 他就会约我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 我们说就是看活 找活的 手艺吃饭 因为化得好 大家记住了 可能就说下次 我有需要的时候就会来找 但是我们说 因为不同的人 他就有不同的要求 然后不同的人 他有不同的气质 性格特点 这个容貌的特点 那根据这些不同的特点 您会如何把握这个妆容的展现呢 首先就是 它美是有一个标准的 那么这个标准 美的标准是什么 传统的那就是三亭五眼 对一个黄金比例 这个是需要我们进行调整的一个基准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你去发挥 找到它特点 其实每个人都有他最美的一个部位 那么你要突出他最美的这个扬长臂短嘛 那假如他的眼睛非常的美 那你要放大他的眼睛 那其他地方就可以弱化 你不能说每一个位置都要把它提出 那这样他可能整个人就完全也没有特点了 像戏剧装那些 戏剧 戏曲装吗 对戏曲 就是如果你每一个五官都很重的话 那就很 形式感很强了 形式感很强 对对 那种就是太舞台化 舞台上是可以的 因为就是我所说的舞台 例如画剧啊 这种远距离的 那要装浓 对 因为它太远了 对 对 你不考虑这种高清的这种播出的话 那种是肯定要特别浓 因为我之前就是 就是《红楼梦》我不知道 您听说过吗 一个舞剧 是中国当年 您说的是八十年代的《红楼梦》 还是后来的《红楼梦》 舞剧《红楼梦》 大概是2009年的时候来美国 我们来演出过的 这个舞剧《红楼梦》 我们有什么印象 2009年 2009年 对 当时是来美国 因为它也是全球巡演 当时美国也演过 那例如这种舞剧的话 它一定要装容很夸张 很浓烈 因为这样的话 台下才能看到一点点 对 就例如这种 歌剧魅影也好 这种 它是需要这种张力很强的 但是我们平时录制节目的这种 如果你画是那样的话 我觉得肯定会非常吓人的 对 所以是根据不同的这个场合 不同的这个职业需求 来给他们画这个妆 对对对 那我知道 其实您现在也是在美国 有一些这个美妆的事物 我不知道这个 因为我们常说在这边 我们剪头发 我们非常愿意找亚洲的理发师 因为我们会觉得 这个老外剪出来头发 好像跟我们的不一样 因为发质不同 那我不知道在化妆的过程当中 您是不是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您是个亚洲人 您如果在这儿给这个欧美人化妆的话 他们会不会怀疑说 你能够化好吗 对 是有的 像这次我来这之前 是在洛杉矶参加一个活动 就是BBC的一个节目录制 那这个BBC的节目主持人 他提前就有点担心 他觉得亚洲人给我一个欧美人化 会不会就是化得很像亚洲人 或怎样 就是会沟通的时间会有点长 但是我到了以后 给他画的时候 他就完全放心了 因为说实话 这个亚洲和欧洲人 这个画法是完全有区别的 确实不能说把欧洲人 按照这种亚洲人去画 因为这样会看起来 他们很平 没有立体感 对 但如果技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你给他画的时候 他能感觉得到 马上他对你就会有一种信任 对 他非常放心 开始去的时候 各种不放心 但是我给他画了基础装面以后 他马上就是这个 对 因为主持人 他天天被人画 他都知道 就是专业不专业 一画他都知道 那我也想问您 就是说这个东西方人 他的审美在您看来 是不是还是有明显的区别 有如何把握这种审美 你包括不光是东西方 就是包括中国人 韩国人 日本人 其实他们的妆面是 都是不同的 就是可能老外看 他们长得都一样 但是实际上就是 但是我们亚洲人看 还看得出来 对 完全看得出来 对 你像日本人 他就是过于甜美 包括他的发型 他是那种 很可爱 韩国 日本和欧美的装面 他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 其实是这样的 对 那如果概括起来的话 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 我觉得中国人 他更 我的感觉 他更中性一些 他更比韩国 日本的装面 要大起 但是又不像欧美那么狂野 对 就说您觉得这种中性 我可以理解为 就是女性 她的这种独立感 还是比较强的 不是说那么小鸟依人 不是那么可爱 对 我也发现 其实中国女性好像 更独立一些 更独立一些 你包括像日本 他可能 我理解 为什么要打扮成那样子 因为 他可能要等着老公下班回家 对 他要乖乖的 但是 和他的文化有关 有关 对 我觉得这都是相关的 包括中国呢 那他就 现在女性 其实很强的嘛 就是包括 中国女性 可以说 我觉得是比较强势的 因为有时候 经常我们能够 在美国其实也经常看见了 就中国男生会为女士拿包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 因为这很真实嘛 是是是 但是好像 外国男性帮女性拿包 我就很少看见 虽然外国男性 他们声称 他们自己更为绅士 但是 这个确实是个现象 中国男人更疼爱中国女性 我也想问问您 就是说 作为这个亚洲人 或者我们东方女性 我们的妆容的特点是什么 我们有哪些特点和重点 咱们亚洲人呢 就是相对 脸比较平 那我们要在化妆的时候 首先立体感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它的立体感 又不能像欧美那样 太突兀 因为欧美人可能他对于颧骨来说 他会喜欢这种 有颧骨的这种感觉 但是亚洲人 他还是偏向于这种柔和 我认为就是亚洲人的妆容 一定要柔和 柔和 柔和 对 就妆不要重是这个意思吗 还是 妆不要各个部位都重 对 该重的部位要重 而且现在是 包括我干了这么多年的 工作了这么多年的 就是做这么多年的化妆 今年 对 那其实他化妆 它是每年都不停地变化 它是有趋势的和潮流 对 包括我整理这些 这个 那举个例子就是春晚吧 因为我做了很多年的春晚 那我 我之前在整理的时候 发现 真的是每一个年变化特别的大 对 包括就是 可能09年的时候 那种 整个的感觉是非常的隆重啊 形式感非常的强 那么你现在来看 那整体妆容 它可能更柔和 然后更简单一些 所以它每个时代的变化 确实是不一样的 而且妆容变化 每一年变化也是非常大 包括一支口红 那我其实非常爱买口红了 它是每一年 女孩都好像很爱买口红 包括它的色调 它的质地 嗯 你可能今年更流行这种 偏于就是亮光一些的颜色啊 还有就是这种 就是 饱和度高一些的 或者是哑光质感的 它每一年 它有细微的差别的 包括它色调的倾向 我可能有一年 它特别流行橘色系 那去年就特别流行 这种深红色系啊 嗯 然后下半年 可能还又流行这种 偏于这种棕色系的 这种颜色 这样 我觉得我们 就是更多这个化妆的技巧啊 或者说是个技法 我们普通人 能够用到的这个话题 我们留到下半段再说 好不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牛女士 我也想问问 说这个妆容啊 和她的这个脸型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圆脸 它有什么样的讲究 然后尖脸有什么样的讲究 鹅蛋脸有什么样的讲究 那么鹅蛋脸 是我们化妆当中 它是最完美的一个脸型 我们所有的修饰 都是要依照鹅蛋脸进行修饰 那包括圆脸呢 一定要 像我就是特别圆的脸 那注重可能要修饰这个部位 但是在最早的时候 这种修饰方法 其实已经过时了 当时修饰是一整面 但我们现在改良后的修饰方法 那其实是要提这个部位和这个部位 那不需要整面的去做 如果你整面做的话 它这一块就是黑的 对 我们其实要利用这种素描的 这种明暗的这种手法 对比 对 去要解决这个事情 圆脸要一定是 我可以用手示范一下 因为我脸就比较圆 那修饰的时候 这个位置下来 然后再 这是要做一些暗影的颜色 然后这个位置下来 那包括像我现在去为 就是包括主持人 还有一人化妆的时候 可能我的修饰的底 修饰的这种底色 我要从这个最基础的打粉底开始 然后还要用不同颜色的这种修容柄 那可能原来可能 我就用一种颜色就可以了 其实你要用不同的颜色 去找它的立体感 对 但是在普通生活中的话 那不需要这样子 不需要 对 那在普通生活中 比如说会不会根据这个脸习 我们说有什么特别五官方面 要突出的地方 普通生活当中 你指的是修容吗 或者就比如说 我们说如果这个人 他的脸型比较圆的话 他是不是通过 比如说这个眼睛的长度 来调整他的这个脸型的比例 或者是眉型 就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特别的讲究 就是根据这种脸型的不一样 然后在妆容上的这个特点 那像圆形脸 眉毛就是切记不要画得特别圆 对 因为这样的话 看起来整体就是都是圆的 所以眉毛需要有一些角度 会比较好看 然后眼睛呢 因为每个人他眼睛是不一样的 那就找出他的特点就好了 强化他的特点 对 就是还是扬长臂短 包括他 我觉得圆脸 可能他做可爱一点的妆容 会特别好看 那像我就很喜欢打点腮红 强调他的这种立体感 可能因为生活当中 你不可能打特别重的这种阴影 对 那我觉得可以稍微有点可爱的腮红 就是偏日系一些在这个位置 也很可爱 那我觉得眉毛是非常重要的 在整个脸型当中 我也觉得眉型非常重要 而且就是这十几年来 我觉得这个眉型的这个流行变化 其实非常大 对对对 那像早期可能流行很细的眉毛 对 弯弯的 特别弯 对 弯弯柳叶眉 那个挑眉 对对对 那可能更早的时候 就两边 对对对 后面特别高 因为当年大家都是欧式眉 欧式眼的画法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 还学过那种欧式眼 就是要把我们中国人 画成外国人的那种状态 所以那一阶段 包括你看大家 小厢还有纹眉毛的 文成那样子 对对对对 所以但是那一批人 其实后来也很 也很郁闷的 就这种文美毛 它可能带来的这种 它有后遗症嘛 因为它就一直存在 那包括后来又流行这种 稍微粗一点点的 那像去年 去年满大街小厢的流行 一字眉 对吧 就是韩国的这种 传过来的一字眉 那现在又流行这种 有点弧度的 但又不是特别挑的 这种眉毛 弯弯的 弯弯的对 然后就侧重于 眉尾的这种 有点弧度 所以它每一年的流行趋势 都是不一样的 它也是跟国际 其实是紧密相连的 但是这个人真的要去追 这样的流行趋势吗 还是说其实你完全 可以找到一种 你自己觉得 最能够展现 自己的这个 长处的一个妆容就好 其实也不一定非要 就是完全追求 这种流行趋势 就包括眉型的话 适合你自己就好了 对 你不一定要画一个 很弯的 或者是很平的 那包括就是 这种圆形脸的 可能流行弯的眉毛 它不适合你 你要是做起来的话 看着也很奇怪 但是我是觉得 就是这种流行趋势 你可以掌握在口红上 眼影上 这是可以常变的 对 先包括基础的眉型 包括你的眼型 它就适合你 你画这种形状就很美 我觉得就没必要改变 对 需要改变 它是这种颜色的 色调的变化 我觉得是这样 很多人说一个妆容 最重要的是粉底 对 是 它是最基础的 最基础的 那这个在这个上粉的 这个方面 有什么样的技巧吗 在底妆上 确实有 很多手法 对 手法会非常的多 那像我 因为工作了很多年 我会根据我的经验 去做判断 它适合用哪种手法 那假如说 我今天接的case 它是一个 就是拍摄的一个活动 它可能拍平面 那我不能粉 就不能上得特别厚 那我可能需要 其实我给大家 也有一个 因为很多生活当中 其实可以用手来打粉底 它会比较薄 对 配合度也比较好 对 因为手是有温度的 对 然后它生活当中 也可以用手的方法 但是很多人 它可能还会这样打 逆着毛孔打 对 其实我给大家建议 它是应该 你可以先把所有的粉底 就放到这儿 然后它要顺着毛孔打 它会有一些亮度在里面 然后也有一些遮盖力 这样子 顺下来 顺下来 就从上面往下面 对 对 这个位置 它就是 你往下顺着毛孔 对 所以还是有方法 是有方法的 那我们说这个妆容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其实一个妆容 对一个人的影响 是蛮大的 因为一个妆画了好不好 有时候这个人 可能就完全改变了 我们的印象 尤其是我们 有时候在网上 看见很多照片 有人说 他是不是得罪 这个化妆师了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 这样的评语 就可见这个妆容的 这个重要性 但是现在在中国呢 就是大家也在说 另一种现象 就是这个千人一面 就是好像在亚洲 首先我觉得可能最早 可能是从韩国开始 就是这个人的 女性的这个辨识度 越来越低 对对对 就是为什么 就是你觉得 为什么这个大众审美 它会趋同 就是为什么 大家都想长得一样 那我不是应该 跟别人长得不一样吗 我认为整容这个事 首先我并不反对 就是但是我是觉得 要根据你的特点去做 那么现在从韩国 发展过来 就是女孩都爱美 包括她可能有的小女生 其实很小 她十几岁有的就去整容 这个其实我并不是 特别推荐 还没有展开呢 对对对 还有就她那么小 我觉得年龄大一点 去做一些这些还好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这种 可能还整容医生的这种 因为确实就是 我举个例子吧 就是包括也会有很多人来问我 就是我是不是应该整整这儿 整那儿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区别 就是日本它可能更趋自然 它不会给你样子改变太大的去整 那么中国它就会推荐你整很多项目 大刀阔斧 对 弄得完全后来人家认不出你来了 对对对 就是整容是这样 你动了一个地方 其他的比例就是不协调的 对 那可能你就要不断地去修 假如说我今天动了眼睛 那我就觉得 我的鼻子好像就不对了 对因为它是整个比例的失调 所以说到后来 大家为什么整成一个样子 因为它它整了一个地方 其他地方都想整 然后都是按照这个统一的标准来 对对对 它觉得这样好看 这样这个大眼睛 就是拿个明星的照片 我要做成这样这样 但它没有想过 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去做 我觉得建议他们学学化妆 会更好一些 对 就可能化妆对你的改变 比这个整容带来的更大 另外一个伤害更小 对对对 其实日本女生 她也爱美 她也非常注重化妆 那可能平时她们就是 不化妆都不出门嘛 因为我有日本的朋友 那中国我觉得 她就可能为了省事 整一下 所以我觉得大家 还是好好学学化妆 更好一些 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 对于中国女性来说 大家还是蛮讲究 自己的这个样貌 化妆的呢 也还是不少 就是出门必须化妆的 还是挺多的 但是可能大家 在这种观念上面 就审美的意识上面 它没有一个 怎么说呢 或者说这个 它是一个审美 比较初级的一个阶段 模仿 对 没有自己的这种审美观 是的 那在这种大众审美培养方面 因为作为美妆师嘛 其实你们总是在引领潮流 同时也在 我们说是 创造美 对不对 就是对于这方面 你们有什么样的 这种想法 对于这种 我们说亲人一面 或者说是在这种 普通人 就提高我们这个国民 这个荣貌审美 这一方面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私下会说吗 这种社会现象 会啊 会经常聊 这个 还是 怎么这个 就是会聊很多 因为现在有很多网红嘛 对 就基本上就是 你也分辨不出来 哪个是哪个 但是我觉得呢 可能就是 这一潮流的一个特点 可能有一段 特别流行 这个叫什么 半永久 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没有 就在国内 这两年特别流行 半永久 那么大家都 什么是半永久 半永久就是文美貌 然后从韩国传来的 这个半永久 那么所有人都会去 那到底是永久 还是不永久呢 它会掉 但它会残留很多 对 它会掉 那就大家都 这半永久出来以后 所有人都会去 去做这半永久 所以大家都是一字眉 对 就是 中国我觉得它 它对于这种 就是追逐这种明星 其实倒也 这也不是坏事 但是 就太趋同了 大家都 都喜欢一种东西 没有个性 是 不过就是有的 也有好的 这个半永久的师傅 文出来还是可以的 但是又不太好的 这种失败案例 所以我建议大家 就是 多学习一些东西 其实我 怎么说呢 可能也是因为 我做这个职业吧 因为我 我记得非常清楚 就当年 就是我的化妆师 在给我化妆的时候 我刚刚进入主持行业 他说主持人 最不能做的一件事 主持人和演员 最不能做的一件事 就是纹眉 对 因为你的眉型 永远没有办法改 如果你纹的话 你就只有一种眉型 你永远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我经常在想 这些 纹眉或者整容的 如果你过了十年 你不再喜欢你的样貌 而且这个人的样貌 是会变的 我真的发现 我现在的样貌 比如说和我 最开始做我 就我这个节目吧 这六年 其实是变 因为我生了两个孩子 然后你明显会发现 你的状态 你的气质 包括眼神 表情 都在发生变化 那到了那个 就比如说再过十年 你当时的这个 你的样貌 已经不再适合 你自己的人生状态的时候 怎么办呢 就要不断地整 整容就是这样 就是进入了这个坑 我觉得他们应该跟美妆师学 对对对 是应该其实学一学化妆 我觉得修饰一下 其实其实是变化妆 我需要 变化妆 自己的感觉 然后 我知道了 新闻的机场 看不见 这些困惑 都很紧张 是不断地的 然后他这个位置 它就很痛 它會不會有個鼻子 就非常痛